两岁的广场舞神童上节目 瞧他这一身熟练的舞技 把现场来宾的心都给融化了 观众笑称 这幕后的功臣 八九不离十是阿嬷 中国大陆的广场舞无所不在 不论是清晨还是傍晚 只要有空地就有人群欢乐聚集 但因音乐声量过大 扰民的纠纷也不少 过去多以劝导为优先 直到近日 安徽开出了全国首张噪音罚单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到达现场以后 我们看到有大概四五支队伍 然后在跳广场舞 都是用那种高音喇叭 进行播放歌曲 然后进行跳舞 现场很明显到 就是听到很大的声音 由于公园广场不到 五十公尺的马路对面 正好是一间医院 附近还有住宅和学校 每天一两百人 从傍晚天还没黑就开始 一跳就是到九十点 人民币五百元以下 两百元以上的罚金 不只是安徽 天津也从五月一号开始 对广场舞找民亮出红牌 违反文明规定的也要开罚 不过活了十四年的广场舞 可不会轻易被消灭 根据数字统计 这十四至十五年来 参与广场舞的人数 从八千万到目前 至少有一亿人以上 五万名大妈聚集 北京 上海 天津 深圳等城市 七跳广场舞 成功创下今世世界纪录 2015 16年 算是广场舞的应用创业元年 有专家估计 广场舞所带来的商机 高达兆元人民币 两年间 共有六十多个手机APP上线 包括服装 设备 教学 中老年人社交平台 如雨后村损般出现 不过同值性过高 如今剩下三四个 但注册人数相当惊人 作为一个80后组成的创业团队 我们打造了 旧爱广场舞创业项目 目前我们平台累积的注册用户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 范兆一是旧爱广场舞的创始人 他说大家都累积了不少用户数量 但未来的商业变现 怎么走依然在摸索 但看在市场投资者的眼里 还是有前途可言 转人舞 水滨舞 健身操 形体舞 简单好看的舞蹈 都在这儿 广场舞APP的独角兽唐豆 宣称旗下所有产品服务的 总用户数量高达两亿 因为主打线上教学 广场舞在中老年用户中 获得广大回响 被称为是中老年版的抖音 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长大后我就会失去它 近期传出以腾讯为首的多家投资公司 为唐豆融资超过一亿元人民币 原因就在于腾讯旗下的通讯软体 微信将55岁以上的用户 视为成长最快的独群 专家还指出 随着行动网络发展进入下半场 育婴和中老年人的用户 将是不可忽视的新重点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哦